你好,大家好,我是戴萌兔,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兔子家的玩具屋。 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在超市空药赛ZERO中登场的VF-0S,以及上周末全新发售的反映装甲。 首先还是先来看一下本体的表现 这台VF-0S发售于2015年的年末 官方定价为37,584日元 作为零系三胸D中推出的最后一款 在结构和细节上的设计 都会比之前介绍过的那一款VF-0D来说 有了不少的改进 A社官方也在非正式的场合透露过 如果VF-0D再版的话将会继承这些改进 一不小心又扯远了 还是先来看包装 包装整体的设计风格和零系另外两台保持一致 正面硕大的F形态实物照片 背后的话是三形态照片 正面还是会有一个祖传的翻页大开窗 透过开窗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内容 取出全部的配件之后 配属的武器零件还是依旧少得可怜 0S本体以白色为主色 配合上黑色的条纹 鲜明的黑白配色 简单之中又包含着一丝王者之气 在配合上机身的酷了文章 仿佛在和敌人说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简直是还没有开打就已经在气势上取得了胜利 但可惜的是机身上除了最基本的条纹之外 注意符以及一些装饰的贴纸都是需要玩家们自己贴的 虽然我知道这是从外社时代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 但是对于连机头301的编号都需要自己动手这点的话呢 当初还是引来了诸多玩家的不满的 再来看一下其他细节 驾驶舱的舱门可以打开 可以放入驾驶员小人 内部的细节还原和涂装表现都非常的棒 座椅呢也能还原出B形态下的翻转状态 小伙伴们终于不用再担心驾驶员会头晕啦 起落架的部分全部采用合金材质 并且有完整的白色涂装 轮子处也采用软胶材质来还原质感 每次都想说在起落架的做工上万代爸爸应该多学习学习啊 减速板可以展开内部呢也有一定的细节还原 着建沟进气口出气口的细节呢也是丝毫不马虎 这里呢就不一一介绍了 机翼的下方会有四个导弹挂点 挂点上可以安装上导弹 三连装的导弹中间一发导弹的话呢是可以单独分离的 腿部的两侧可以追加燃料包零件 下面来进行一个技形态的变形 主要的变形结构和之前介绍过的灵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里呢就简单待过了 变形技巧啥的在之前灵地的视频当中呢已经基本介绍过了 想了解一下的小伙伴可以去翻阅一下之前的那期视频 在垂直一的地方变形会和灵地呢有所区别 这里建议大家先把右侧机翼拆除 然后再折叠左侧机翼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刮层掉漆了 右侧机翼再插回去的时候注意留出一段空隙 那样右侧机翼才能够完美收纳 技形态下外八关节呢还是依旧的松 在技形态下摆造型呢也并不是非常的稳 简单的看过技形态之后让我们赶紧进入B形态的变形吧 B形态的变形呢也只简单的介绍几个关键点 首先在变形之初最好把空速管取下以免损坏 变完形不装回去也是没问题的 反正B形态下也是看不见空速管的 机背内部的锁扣一定要扣在中轴上 机背外部的盖板零件需要按到卡扣之下 垂直尾翼的部分呢才能够正确的折叠到位 肩部两侧有两块可以展开的零件 用来完美填补空洞的机身 B形态下各处造型的还原也是比较到位 关节也比较紧实 可动范围呢基本也可以满足一般的展示要求了 唯独一点让萌兔不能接受的地方 就是B形态下手掌的形状实在是太过扭曲了 就算不使用造型手吧 那好歹也把可动手做的稍微正常一点吧 这个像鸡爪一样的是什么鬼啊 简单介绍过本体之后 抓紧时间来看今天的主角 反应装甲吧 这套反应装甲发售于2017年的2月12日 官方定价19224日元 关于包装的更多详细介绍 可以翻阅上周的最速开封 今天就不多浪费时间了 取出所有的东西之后 装甲是以组装完成的状态放在包装内部的 所以全部组件只有区区的11块 但是每块装甲部件都还是非常有存在感的 而且全部装甲的安装都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多余的辅助零件的 废话少说还是赶紧开始AP包的安装吧 安装之前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要把本体背后的两个零件拆除 替换上两个带有卡槽的零件 并拆除腿部的燃料挂包 反应装甲的安装还是从腿部开始慢慢往上装 首先安装的是小腿部装甲 说明书上说要把小腿出的装甲全部拆开后安装 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只要把后面一块装甲拆下就可以了 然后先安装前半再安装上后半就OK了 大腿出的装甲在安装前也先要拆分 然后将装甲上的凸起扣入大腿内侧的孔洞之中 然后再将刚才拆除的装甲扣在大腿外侧即可 后裙甲只要卡在垂直翼的连接杆处就可以了 手部装甲的安装也十分简单 只要将装甲前后两片分开 然后套在手上就完成了安装 双手不区分左右 下面再来安装胸甲 将整块胸甲先罩在胸口之上 然后将手指从机身的缝隙中伸入 抵住整流板零件按压胸甲 就可以将机身卡入装甲的锁扣之中了 背后的装甲先要把垂直翼穿过装甲上方的缝隙 然后再将装甲插入本体的卡槽之中 最后只要再安装上两个庞大的肩甲 那反应装甲的安装就全部结束了 0s穿上ap包以后 整体充满了机械感 体格也变得壮硕无比 因为不用考虑F形态和G形态的装甲收纳 所以在B形态下 全身装甲的平衡感很好 不会像25那样给人手臂特别细的感觉 装备的覆盖率也很高 拿出一台最近比较火的超合金31做一下对比 感觉31那细胳膊细腿 简直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非洲奈民啊 反应装甲虽然基本都是成型色 但是整体在质感的表现上却并没有非常浓重的塑料感 装甲在用量上也是非常的结实 没有那种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在安装的过程中非常顺畅 卡扣的松紧度也恰到好处 装甲和本体的契合度也很好 完成安装之后完全不会有任何一处装甲发生脱落 穿上AP装甲的零S看似非常臃肿 但是这臃肿的装甲其实并不会对整体的可动性造成太大的影响 特别是大腿处的关节 看似被装甲覆盖 其实并不影响关节的可动 因为零系的AP装甲相对来说更侧重于防御 所以在武装的配置上是比较少的 只有在胸口和肩甲的地方有导弹舱的设计 舱盖开启后就可以还原出全弹发射的造型了 总体而言 这次AP包在质量上可以算是上乘 装上AP包以后基本已经看不出原来飞机的影子了 可以完全作为一个机器人玩具来把玩 而且把玩的手感非常好 录制视频期间 装甲没有发生过一次松脱掉落的情况 把玩的体验萌兔还是非常满意的 再来说一下缺点 萌兔觉得这款AP包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虽然质量很好 但萌兔觉得还没好到要价2万日元的程度吧 其次就是这套装甲只能在B形态下着装 这样就直接导致可玩性瞬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 这套AP包可以说是基本没有什么缺点了吧 只要你有足够的信仰 那么买了肯定是不会让你后悔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玩具屋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收看更多更有趣的魔玩视频 那就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关注按钮哟 最后感谢小伙伴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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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